我們看遠的方程式 什麼叫遠呢 遠的話就是說 我現在固定一點 然後有一些點 這些點到這個固定的距離是一樣的 那所成的軌跡就是一個圓 這個就是一個圓 要在固定點的話 我們叫做圓心 這樣子 幫老師發一下嘗嘗 你會看什麼 十張小四張 等一下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還印十張給你 你就看看那個 就是有彰化式的 出彰化式的 私底下畫給他 然後的話呢 這個是圓心 通常圓心的話 我們在這裡的 在物理的話 在數據的話都叫歐 那歐的話 如果它的圓心的 坐標叫hk號 那我可以 可以 把這個圓的方程式表示出來 這個圓的方程式 圓上面的每一點 它的動點叫sy 那麼 sy這一點 到達hk號 它距離是固定的 對吧 距離是固定的 那距離是固定的話 所以我們就知道 它的圓的方程式可以寫這個樣子 結成 x-h的平方 加上y-k的平方 不然它開根號 是等於r 那我兩邊根號的話 把它去掉 所以兩邊平方變成r平方 那這種方程式的話 我們叫做圓的標準式 對不對 我叫做圓的標準式 那通常的話 有一個圓的叫圓的一般式 因為你把它長開來的話 它有什麼 它有二次向 有一次向 有長處向 所以圓的一般式 可以寫這個樣子 歪平方 再加dx 再加y 再加f 這個等於一天 這個我們叫做圓的一般式 那這個叫圓的標準式 還有一種叫做圓的參數式 圓的參數式就是說 我就認這個叫做cos 這個叫做cos 因為它加起來是等於r平方 我就可以認什麼 認這個呢 x-h 是等於rcos 這個叫參數式 我就以c當參數了 那y的話 剪掉k 等於r三四大 我把所有圓的形式 一起講k-k 不然本來應該是要慢慢講的 那這樣子的話 這圓的參數式 就可以寫這樣 rcos 加上h y的話 y的話 是等於r三四大 加上k 那我們知道圓的參數式 跟一般式的話 不是啦 圓的標準式 跟參數式的話 他們有之間的互換 我就可以把它配方 什麼配方 這兩個我給它配方 配方的話 就寫什麼 x加上二分之一 平方 然後這兩項給它配方 加上y加二分之一 那就平方了 好 那我現在呢 這裡多一點點 多加了多少 多加了四分之一平方 這裡多加了四分之一平方 所以我要把什麼呢 把它給這個減回去 把它減回去 減回去 要變成減掉四分之一平方 減掉四分之一平方 然後再加f 這個等於0 然後我把這個 把它移過去以後 就變成r平方 對吧 所以這次呢 加二分之一 平方 加上y加二分之一 平方 你多少 你要回去跟你班上同學講 就只要補一顆就好 然後另外一顆的話 我大腸經看完以後的話 可以讓你問到12點 等於是說 就是物理跟數學 都可以把你給教會 這等於4分多少呢 1平方 加上1平方 要減掉4f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r平方 這個就是r平方 這樣子 所以的話呢 我們就有公式 這公式什麼公式 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 如果 他寫成一般 這樣寫法的話 寫成一般 這樣寫法的話 那麼他的什麼 圓心等於多少呢 圓心在哪裡呢 這是呢 負的h 2分之1 2分之1 等於2分之1 所以h是等於2分之1 也就是說 h 原意是hk 對不對 這個原意hk 這裡h呢 就等於2分之1 負的2分之1 然後呢 k的話是等於2分之1 然後再把它背起來 然後這個r的話等於多少呢 r的話就把這個開根號 在2分之1多少呢 d平方加上1平方 減4f 這個就是一般式 跟標準式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有問題 沒問題吧 整個的話呢 我都呢 給你呢 就是他的一些形式 都跟你講 好嗎 好嗎